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如果你是从这些作品开始了解它的话就有些晚了 因为早在94年22岁的宁静就已经凭借电影《炮打双灯》 获得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影后 你们都听着 我原本就是个女人 我宁可不做你们的东家 也要做个女人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踏上演员道路之前 宁静还做过动画师 因为她当年一开始学的就是动画 但宁静心里有一个演员梦 所以完成动画学业后 她又考入了贵州一专 学了三年表演系的课程 还去上海戏剧学院模特班进修了一年 可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表演机会 宁静在时放下了当演员的想法 转而去广州某了一份动画师的工作 每个月一千块工资 这在平均月收入只有五百块在九十年代 算是很高了 但后来宁静说过 这么高的工资 并不是一天八小时挣来的 那个时候 她常常要加班到天亮 看着路灯亮起又熄灭 眼睛都熬伤了 也还是卖到苦话 在座动画师的时间里 宁静没有忘记她的演员梦想 直到1990年 机会终于来了 当年的广告商 看到了这个眉眼动人的小姑娘 便请她拍了几支广告 随后 电影《冰上情火》也发了邀约 让她客串男主的白月光 《白雪公主》 这部戏 也是宁静作为演员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长相名艳大喜 表演林冬自然 宁静很快得到了 各位大导演的赏识 之后 她在演员的道路上 也就越走越深了 除了演戏 宁静还会唱歌 甚至还发过三张专辑 不过 她的音乐风格其实是 看着我的眼睛 慢慢对我说 就这样抱着我 永远不离开我 我只想象跳的行 你唱歌怎么跟你说话 差别这么大呢 不过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在KBS中韩歌会的现场 静姐告诉了我们 她到底可以填到什么程度 在跨界歌王中 宁静歌手一季军成为实力大Vocal 除了会做动画 是演员会唱歌外 在观众心里 她最广为人知的标签 就是耿直爱对人了 面对采访 她不用吞吞吐躲地画出周全 直言不讳 让主持人都照相不住 表演是什么 表演太简单了 就是一种感受 感受完了 然后你就抒发就完了 我不想再跟他讨论演技这件事情 我会给他惹麻烦 我不想再给他找来更多麻烦 人家有节目 就会在研究这件事情的 你不能够讲说 这件事情就靠天 我跟你讲 那个节目也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不能说 因为都有个人 作为演艺前辈 她也对表演这件事 发表过真诚的评论 比如提到 拍戏靠扣图的现象时 她是这么说的 我说一句特别直的话 如果是我 我是不是当事人 我是旁观者 然后如果问到我 我可以特别大方地说 哦 当然我会考虑 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我的名声 当然我不会愿意去扣香 作为一个好的演员 怎样怎样 但如果资方用三个亿砸我 我说好的 随便抠 我们之前听到很多艺人采访 大多是模板式回答 滴水不漏 但宁静的心直口快 就像是把水一股脑地倒给你 有一说一 绝不藏着业者 所以每逢她的采访 必有爆点 技能点满分的宁静 动画 演戏 唱歌 样样玩的传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她知事故而不事故 人生从来真性情 平生最反假惺惺 这样走路带风又实力光阴的大姐姐 你pick了吗 32例 青春归位 姐姐们的故事未完待续 你还想了解哪些姐姐们的故事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每周五 姐姐情报局和正片同时上线 不见不散哦